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何为救国之良药 我都想试试 可是 破费司令啊 伟然来也一直想慢慢调理 启蒙教育 唤醒国人 剑刺加以改良 但当今无时日 军阀列强 内欺外押 如果行动慢了 中国必将瓜分斗剖 永远为人鱼肉 救国要义 我看在于立刻唤起行动 先生 那依您看 何种信仰 才是救国行动之指南呢 走马克思炼年纸的路 你看 这是陈旺道 刚刚翻译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全本 这是旧事的经典 我正在抓紧教育 准备公开发表 共产党宣言出全一本了 我之前在北京啊 看的都是结一本 补权一段一段的 先生 这能不能先给我看看 当然 不仅可以给你看 认知啊 我还希望你能跟我一样 能成为共产党的信徒 我想我一定会的 虽然之前啊 看的只是些节选 但是我的心呢 早就热血沸腾了 好 来 认知 今天哪儿都别去 就在我这儿啊 我一口气让你看完 好 行行 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成员来自三个组织 新青年杂志 星期评论杂志 和实施新报 今天我们开一个讨论会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 共产国际的维京司机 来到中国 我们也见了面 维京司机在中国 待了一个多月 在北京 天津 上海 济南等地 接触了很多人事 也了解到一些情况 下面呢 就请赵世言同志 转述一下 维京司机同志的一些看法 另外也希望大家 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 发表一些看法 欢迎讨论 维京司机同志认为 中国关于新思想的潮流 虽然澎湃 但是第一 太复杂了 有无政府主义 有公团主义 有社会主义 有基尔特社会主义 五花八门 没有一个主流 这会使我们的思想 陷入混乱的局面 第二 没有组织 做文章 讲空话的人比比皆是 实际行动呢 却寥寥无几 这绝不利于我国进行革命 所以他认为 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 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尽快建立一个坚定的 坚强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不同意维京司机的看法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 中国现在政党民力 派系严重 根本不必成立什么小党 这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我认为 维京司机同志的意见 是对的 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正党的领导 中国 终究还是一盘散沙 各位 我一向认为 中国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开发实业 先要发展资本主义 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现在效仿俄国的道路跟方向 那是不现实的 各位同志 我认为中国建党刻不融化 我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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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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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点 不好意思 任志同学 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圆满完成了啊 上海各界名流 对流法勤工俭学 非常的支持 对湖南改造运动 也关爱有加 大家踊跃捐款 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银元 怎么样 不忘你大老远的跑来一趟吧 两万银元 这么多呀 张先生 大谢您了 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 等革命成功了 我们一定还上 革命 革命啊 你说的是哪一种革命啊 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能成吗 太难了吧 当然要过五官 斩六将 所以于衔倒为义 时当时绝 吴王已 好气魄 我能看到吗 您一定能看到 相信我 革命者 言必信 行必过 我毛泽东说话算数 我等着 你还这笔钱 来 师母够了 太多了拿不了 不多 去法国路那么远 在路上能吃完呢 那些都是些特产的 去了法国 你们也都吃不着着 是啊 路上那么远 而且天又热 我怕这些放不住 世言 你这次去法国 除了勤工俭学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在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 去积极地宣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 被筹建党小组做准备 我也会多给你写信的 另外也拜托你 常去看看延年乔年 他们两个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的情况 很复杂 延年喜欢钻九脚签 我还是很担心他的 这是我给他们准备的一些 中文资料 你带着来 你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两个 不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到死都不会甘心的 我一定带到 放心吧 我都给你们封得可严实了 不会坏的 好 海威 孙姆 这一去法国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白兰 我们就托付给你了 一定要好好待她 是吗 放心 到了法国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白兰 白兰姐姐 这是延年规则送我的 你带谁在路上可以给你陪个伴 孙美 姐姐就不带莹莹了 因为姐姐这次路程特别远 而且还要坐船 我怕莹莹不适应 那白兰姐姐 你一定要告诉眼睛哥哥和乔年哥哥 爸爸 妈妈 弟弟和我都很想他们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了 该走了 好 时间不早 别捂着她 好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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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收场 建党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共产国际只是东亚书记处 抓紧帮助中国成立党组织 列宁同志 托洛茨基同志 还有斯大林同志 都很关心中国问题 我们拟于八月先期成立党的发起小组 已为各地榜样 我现在准备草你一个简单的党的临时纲领 先拿出来 供大家探讨修改 我们的党叫什么名称 尚不好定夺 有人主张叫社会党 有人主张叫社会共产党 有人主张叫社会民主党 有人主张叫社会民主党 不一而组 究竟叫什么党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重复兄 来信收席 北京的建党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 近期 你联合少年中国学会 曙光社 人道社 青年互助团 以及天津觉悟社等 召开一个座谈会 商讨相关问题 我们迫切盼望 上海党的发起组 及早成立 做出样板 至于党的名称 我坚定地认为 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